其實也不是說吐回去 只是今天沒像昨天那麼強 那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跟籌碼真的有關係 你看昨天這樣子很迅速的拉上來 所以昨天量不夠 一下子就被鎖起來 甚至於你如果昨天你去放空的 你先放空的 你到尾盤鎖掌停的 你根本補都補不回去 那還要去標界 所以昨天的勢是強的 可是我們在盤後的時候 一看原來是大家又跑進去了 很多是用融資進去買的 那我試問各位一下 這個拉回來的過程裡面 遇到了支撐會反彈 可是當法人也好 主力也好 他看到都是融資進去買的 他今天還願意拉嗎 他可能就拉不下去了 所以又要再洗一次 所以這邊一直跟觀眾朋友們講說 其實好的股票 拉回找買點 但是不要擴張信用 那同樣的 我也要跟一些放空的朋友們講 你如果遇到昨天那種狀況 我相信各位心裡一定很難過 因為你早上如果先去空的 尾盤拉到掌停板的 你又沒有券可以去補的 還要去標界的 你也難過 所以我們多頭試 就是拉回找買點 順勢 但是盡量不要用融資 我一再跟各位講 眼界決定你的世界 我今天會給各位看另外一個世界 你們要怎麼去悬股 怎麼去悬股 那一樣的 今天是父親節 我們一起發這個活動 破萬對折 我們持續在進行中 也感謝全國觀眾朋友們 熱情的參與 這個 因為我的YouTube和Lite即將破萬 我就發起了一個活動 就是你們出一半 剩下一半我來出 那我都是找底部的股票 就是要回歸觀眾朋友們 讓每個人都有翻轉人生的機會 那我們股票都已經準備好了 那麻煩各位 你這個用手機 現在趁今天盤比較不好 你手機掃描一下YouTube 你可以等一下可以看 我怎麼跟各位解這個盤 那一樣 你Lite 你要知道你的股票 到底要留呢 還是要換股呢 也可以掃描Lite 然後私訊給我 我說過了 問技嘉 誰能帶你AI大法 就是問技嘉 那今天技嘉 開高就在這邊震盪震盪震盪 你要讓AI族群繼續漲 基本上是比較難的 那剛剛捷御有問我 那技嘉昨天的融資券的情況 他資券都有增加了 但是一樣 請各位盡量不要用融資 去做一些好的股票 那明明可以 嘎借券放空的 反而嘎不上去 那技嘉我們 93塊就跟各位報告了 我每天都提醒各位 94塊8也跟各位講要噴了 111塊跟各位講要買 117塊5毛說要買 135塊5毛說要買 然後234塊回色月線說可以買 這個就是我們當時的戰績 再給各位看一次 那這一次我一直忍 我忍到什麼時候 我忍到禮拜五的時候 上禮拜五 他終於出席了 他出席 我們就跟電視機的觀眾朋友們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盤中 我去上盤中節目 那他們問我說可不可以買 我說可以買了 我就舉個圈 其實你知不知道 從那一天的288到今天的252 整整漲了22% 所以拉回本來就應該買 你不買的話 你這22%你又浪費掉了 所以他是可以拉回找買點 他絕對是這一波的主流中的主流 我們再開2376 今天基本上你這樣看 我認為還有上攻的條件 因為他今天一開高 就是來挑戰一個短期的下降壓力線 那最近投心也站在買方 那其實從288到今天的352 這裡差了整整22% 所以我們也蠻準確 這一次打下來除息 那一天我也跟各位講說可以買進 所以我才會剛剛講說 其實也沒有吐回去 只是今天沒有繼續漲而已 但是這種股票 我建議各位還是不要去放空它 真的不要放空它 尤其是很多人喜歡借券賣出 它還是維持在高檔 將近有3萬張的借券賣出 它還是維持在高檔 那第二檔 我們每天有跟各位有追蹤 就是廣達 廣達為什麼我說還 你還是要特別留廣達 因為我們是145塊跟各位講說 你可以開始介入的 它最高漲到271塊 漲到86.9% 然後開始回 一樣回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說它重回月線 我們說明確地說 回月線是一個買點 昨天它拉到漲停 今天最高來到249 我們也來看一下廣達 你可以很明顯地看 它並不是說 昨天漲了 今天全部又沒了 它只是 它來到了這個上次長黑黑棒這裡 壓力會大一點 那廣達也是一樣 你要特別留意它的借券賣出 還是維持在高檔 這一檔股票我坦白講 就是很標準的 強勢整理的股票 那基本上 有回到月線 基本上是一個滿明確的買進訊號 你像這種股票千萬千千萬萬不要去空它 那還有一些股票 基本上比較強的 那跟什麼有關 我覺得跟外資有 不是跟外資有關 是跟投信有關 比如你看那奇紅 我可以看一下奇紅為什麼會那麼強 因為有些股票 因為投信有在買 那你可以看到就滿整齊的 滿整齊的 投信有在買就滿強的 同樣你看台光電為什麼那麼強 投信每天都在買 他就一路沿著 這檔也是算最強 他沿著周線這樣一路往上走 那同樣的見頂 我們等一下要跟各位報告要見頂 你看見頂我什麼時候跟各位講 他也是投信一直在買 今天又創了波段的收盤新高 最高來到172塊 見頂 我們當時跟各位報告的時候 是除息前的123塊5毛 有跟各位報告見頂 我說PCB裡面 我就是拿見頂跟金像電做比較分析 我認為 當時認為 見頂賺的比較多 應該會比金像電更強 我們經過一段時間以後來看一下 見頂今天來到171.5 我們來看一下金像電 那跟金像電差不多價錢 你看金像電今天收在172 那你看一下見頂 見頂今天收在171.5 有沒有 我再給各位看一次 你看這價格就知道了 我們當時跟各位比較分析的時候 說金像電比見頂要來得強 而後你要留意到見頂 有沒有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常常 對的時間點 我們會做一些比較分析 讓各位了解 因為我們知道說 比較分析的股票 還有在創高的一個機會 那所以這當時見頂的一個走勢 這是當時見頂的一個走勢 這是當時見頂的一個走勢 那8月2號他來到了171.5 今天我比較早印了 他實際上已經過了171.5 我們剛剛給各位看一下 3044的見頂 你自己看一下 有沒有 強吧 你如果再加上除息配的 其實這一波的漲幅真的蠻大的 來 這一波的漲幅最高那一天 是來到173.5 漲了將近46 46.5% 我們這裡很明顯的可以讓你看到 漲了將近五成的見頂 那你認為還會不會再上 我個人認為 還會再上 為什麼 你這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他投進止進不出 那就期待了他第二季的一個表現 對不對 他沿著周線這樣走多穩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有些股票 如果說本身 是屬於投進有在買的 你就要抱比較久一點 因為他穩定性蠻強的 兩都是投進在買 我們當時123塊 你看一下這個比較分析表 123塊五毛就跟各位報告了 所以你慢慢就會了解 一樣是AI的個股 有些他就還有機會上高 就是籌碼穩定 所以我今天再加一個附帶條件就是 如果本身這是AI條件的股票 他又是投進有買的 那基本上他的穩定性就比較高 你看從123塊五毛這樣一路這樣上來 其實還是蠻看好他的 那投信總共買了8261張 我相信今天還是站在買吧 這段期間投信總共 昨天買了1441張 那這段期間買了8261張 你可以看一下 對不對 就是牆 為什麼會現在再買 現在又還沒有到要做賬的時候 就是因為看好他未來的一個發展方向 所以為什麼我們選股 你看 我當時選擇 見頂的時候投信也沒買 反而還有小賣潮 為什麼最近又買回來 就代表說他的後世是大家所看好的 那一樣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義龍店 義龍店今天大盤再回來的時候 他還是蠻強的 因為這是一個底部型態的個股 那月線他也突破了下降壓力線 這是當時上禮拜 AI在回的時候 義龍店算是蠻強的 那上禮拜五拉到漲停板 這是禮拜一完全填習 完全填習 那今天 一樣 今天還是開高 算是蠻穩定的一檔個股 因為 我們一般來講底部的股票 你就要很有耐心 什麼時候又有另外一個發動點 那就 看法人什麼時候要再攻 反正我們很低的位置 就已經跟各位有做報告的 有很低的位置有跟各位做報告的 那包含 他的基本面在這裡 也都沒改 我最看好他是AI筆電 因為這個部分 現在大家比較少討論 比較少討論 AI筆電這個部分 比較少討論到 那還有 還有 我剛剛有特別有提到的 你們要特別留意的 除了這個以外 你看 這檔股票 我今天資料沒帶出來 但是我們也是在低檔的時候 跟各位有報告的中光電 昨天有稍微有拉回來 因為他突破了下降壓力線 昨天有拉回來留下長的下影線 我們昨天看 投信還是站在買 你像這種股票 我說實話 你從形態上來看的話 都沒問題 為什麼沒問題 因為投信買了一堆 然後他所有均線還是往上 那他站上所有均線之上 像這種股票 有震盪拉回的話 都可以列入 而且業績也不錯 可以明顯看到 從0.65到1塊7 那就是第二季的EPS 大幅成長將近60%左右 這都是成長的公司 你成長的公司來講 他就有條件 那股價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會比較強 你看到沒有 1.05比0.65 足足多了將近60%左右 這也是一張成長的公司 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雖然廣機今天毀 但是我也必須講 投信還是站在買方 投信還是密集在買 我就在想 為什麼他要一直買 一直買 而且我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他買的均價 我算給各位看一下 到昨天為止 他均價大概在你抓97塊附近 96.88 投信買了8400多張 所以如果說有低於97塊錢 基本上你的成本 就是比投信還要低 像這種股票來講的話 就是穩穩的 好不好 穩穩 他也是蠻正統的 AI概念股 只是大家比較少提到他而已 我們昨天也有跟各位報告 類似這種穩健的股票 你包含這個矽創也是 你可以看到也是投信在大買 都是投信在大買 像這種股票就非常非常的穩健 我們一樣看一下他的 事實上 他第一季是2.47 第二季是比第一季 足足成長將近一倍 你們現在還沒看到 但是你到股市觀測站去看 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第二季的EPS是比第一季 2.4季足足成長的將近百分之百 我算了一下是99% 所以你可以看 這個大盤稍微有回的一個情況下 他還是蠻強的 這都是給各位做個參考的 為什麼 你幾乎看到我的股票 你注意一下 是不是都是投信在買的 都是投信在買的 因為現在大盤坦白講 來到這個位阶難免會震盪 但是因為有法人在買的股票 他拉回的過程裡面 那法人還會進去買 尤其是投信 投信的力量真的是比較穩定 所以我才會跟各位講說 AI固然是主流 但是有一些 投信有持續在加碼的個股 我今天也表列了一些給各位看 你有逢回的話 你這功課要做 我告訴各位一個方向 投信真的有在買的股票 他等大盤穩了以後 他絕對不會說套到自己 到時候他一拉抬的時候 你們就等於坐在教室上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舉了一些例子 都是投信有買的 你們有逢回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站在一個買方 我們下一段再跟各位報告一些新的股票 謝謝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識一點一點累積 創造財富 創造奇跡 剛剛捷運提醒我 我在節目中直接把投信的成本 給各位看 他說那個很好用 同樣的我們見底來給各位看一下 投信什麼時候開始又買 你可以看一下 我把這樣拉過來 這幾天連續買 你就可以很清楚 7月25號到8月7號 平均的股價大概你會抓157塊 他總共買了8261張 所以有低於157塊進去買 基本上他收高的機會就非常大 就是這種 所以157 你看昨天低點是不是155 那是不是就收上來了 那這個還更低 你還收在157 這個其實都有一些 打趴死人 151說155.5 那這樣平均157 你看今天打下來碰到周線 160塊 1601就拉上去 還算波段新高 所以你如果照我剛剛那個算法的話 你買在投信157之下的 你基本上你都會賺錢 這就是我為什麼說 投信買的股票 它的穩定性比較高的原因就在這裡 同樣我們今天給各位看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 之前 曾經 在24塊4的時候 我有跟各位做報告過 它就是全台 那當時漲了將近83.6% 也創造了一個 你們覺得怎麼那麼快的時間就可以 我不敢講倍數 但是漲了80% 那我最近看到一個現象就是它拉回來有回測的季線 然後我認為當時的量和價不會同時到底 然後最近KD指標是勾上來的 那你們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這個有回測的股票 那又重新有足底 那量價不會同時它就有一個想像空間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也知道面板第三季會到了 我忘記 最近大家都開始有在探討 有達群創對不對 那事實上它除了是觸控IC以外 它本身在面板這一方面的話 有得到了歐洲充電設備商的認證 就是EV-Bus的認證 那有供應AC Level 2的充電樁的IQ-1所需的 顯示器及觸控模組 它就是也是標標準的充電樁概念 之前有跟各位報告過了 那在觸控IC部分 它要取得美國發明專利的 內牽智慧加熱裝置 整合於觸控顯示器中 可在極端寒冷的環境下 仍有優秀的顯示成像 它成功的取得美國 高端運算載具的量產訂單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它這個EPS還不錯 這個0.86第二季 比第一季還要成長 將近40%左右 那上半年是1.46% 比去年還要表現得好 那我剛剛也說過了 它上一波是從24.4到 44%漲了83.6% 現在有回測季限 短的底部形成 其實你看一檔股票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現在的位階 你們會覺得好像蠻高的 可是你仔細看一下 我這邊有個本益比 各位你看一下 我今天跟各位報告全台 本益比不到15倍以下 我都覺得你如果以現在來講 在16,800附近你還可以找到一個 12倍左右的本益比的 我覺得買起來是會比較安心一點的 因為畢竟我剛才也說過了 你這樣子看的話很明顯的知道 它有回測季限 那這邊組了一個短期的一個底部形態 我覺得是有機會 所以給各位參考一下 就是說我們不見得都要跟AI有關 我覺得最近做股票會 大家會比較會比較有一些 我也不能講 你會集中度太集中了 你變成其他的插不進去 我個人覺得這也不是一個好現象 當然我對AI的看法我還是蠻看好的 只是我希望說除了AI它拉回 不要那麼多過度集中的 大家都去炒以外 你讓其他有一些基本面的個股 也能夠雨入均沾 那這個大盤會走得更穩一些 不然我才講實話了 你們看到一個美股 昨天肺瓣也漲 昨天的納斯達克也漲 昨天的稻瓊也漲 為什麼台股今天會回 其實最主要原因也是在這裡 就是因為我們太 focus集中在AI這邊 好像AI在休息 其實有時候AI在休息的時候 其他的電子股 你如果讓它可以 持續的能夠上 就是拉回有上漲的動能的話 這台股來講的話 是會更穩定的 所以我們盡量會幫各位 找一些底部的股票 或者是上漲一段以後 有拉回來的股票 那你不用擔心啊 這個行情我們還是看多的 所以這個一起發的這個活動 剛好今天是父親節 也祝福全國的父親 父親節快樂 當然我們希望 每天都快樂 那我們推的這個 一起發這個活動 就是因為 我們的Lighted 和我們的YouTube 已經快破萬了 我就發起了一個 破萬對折的這個活動了 那這活動內容是這樣的 就是YouTube Lite 即將訂閱破萬 我挺你一半 你出一半 我出一半 那我會盡量找強勢的大底股 超越我們之前的 技嘉也好 這種底部的股票 我一檔會接著一檔推出 那我希望我找到 這些底部的股票呢 讓每個人都有翻轉 人生的一個機會 那我也一再跟各位強調說 這股票要會噴才是英雄 我相信 你看我節目也那麼久了 你也知道 我的一個做法 那基本上來講 我要把你弱的股票 換成我的最強股 那 要讓我這個 訂閱數破萬 還是要請各位的支持 就請你拿起你的手機 掃描一下YouTube 你就訂閱 按讚你 分享出去 那LIOT是一樣 你還沒有加入我LIOT 你可以加入LIOT 我們每天呢 都會針對產業的訊息 還有 這個國際局勢的脈動 我們 都會有一些文章 會發表在LIOT 讓你參考 讓你知道說 現在的股市 或國際的局勢 有什麼重大的事情 其實我成立LIOT 最主要目的也就是 讓你們 除了在電視上 看到我解盤以外 你也可以對於總金方方面 有彌補電視不夠的地方 我們在LIOT裡面 我們會做一個補強 那因為 它是單線一對一的 不會說 你們有些問股票 好像所有人都看到了 不是 你今天你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是單線的 就是你直接來對我 所以 看到今天這種震盪 你如果股票有任何的問題 你都可以視訊給我 我第一時間 會馬上答覆給各位 所以我們這個 破萬對折的活動 希望各位觀眾朋友們 踴躍的支持 這個行情你不用擔心 我個人認為 拉回都是買點 那我們明天繼續努力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真材物理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勾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